向左望的時間 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兩位外國的朋友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波利策 波利策 你呢 我叫伊榮 伊榮 我們希望能夠跟他們談談 他們怎樣看外國的傭工在香港生活 和他們對於最低工資最後來都沒有把我們包括其中的看法 你好 你好 你來了香港多久 我20年了 20年 你是哪裡來的 我是泰國 泰國 你呢 我差不多11年 11年 你在哪裡來 我開始在印尼 印尼 印尼 我聽到一年 你們覺得現在不能加薪 我失望 我失望 很心痛 很心痛 OK 其實 因為很多香港人都不太了解你們的處境 很多人都覺得如果將來有最低工資 如果包括你們在內 萬一舉例說是33元的時候 可能你們會拿多了很多工資 其實你們的看法是怎樣的 是不是真的這樣的呢 現在他們都不包括我們 但如果包括呢 如果包括了 如果假設是33元一個小時 有很多人就說你們如果計算12小時一日這樣計 或者10小時一日這樣計 那你們的僱主可能就會給多了很多工資 可能負擔不起 那你們的看法是怎樣的 其實不是 OK 你先說 其實不是的 因為呢 如果我們有得包最低工資呢 我們人工不是說高 因為我們跟那些律師商量過 我們如果包33元呢 我們人工會多少 所以我們計算出來呢 如果我們做33元一個小時 每個日如果我們做10小時呢 我們減自減食出來呢 我們還有只是4000多元而已 是 即是將33元一個小時 乘10小時之後 然後再減回 現在你們僱主提供給你的食宿 食物和住宿 是呀 提升那些 實際上是多少錢 4000多元 是呀 4,849元 4,849元 其實我都很遺憾 我為何不早點叫你上來呢 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現在已經過了 有另外一個公會 我接觸的就是菲律賓公會 有一些就是 其實他們要求是 他們很卑微的要求 就是說要加上一次 因為特區政府 將你們的薪金 減了給了僱主 拿去做這個職業培訓 他們就希望最少拿回 即是上一次 減了400元 有些就是這樣說的 無論怎樣說都好 我就會覺得香港人應該重新去想一想一個問題 就是 譬如現在好像你們這樣 兩位都在香港做了很久的事 其實你對香港的貢獻都很大的 是呀 那為甚麼會這樣對外國用工呢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因為大部份 我在立法會發言的時候 大部份都說我們很感謝他 我說你這麼多謝他 為甚麼會 如果舉個例子 如果你是拿回那400元 那你每天都是10多元 買一張報紙 買個蘋果 吃個早餐都不夠 可以這樣說 那為甚麼會 口說是說很感激你們 但到實際的時候 對你們這麼認識 或者對你們這麼差 你們自己怎麼看 我們聽聽過香港政府說 我們的薪金在香港做工人 是比其他國家做工人高 所以他們說不可以給多了我們 不過我們是這麼想 我們在香港是在這裡生活的 我們有拿錢 拿錢 我們都是在這裡花 然後就剩下 就寄回自己的國家那邊 其實我們都有幫香港經濟 是 好像上次說減我們400元 他都說 最初想減我們的人工 因為經濟不好 然後我們就有抗議 然後他就換了說不減薪 不過是給老闆交稅 所以我們說香港民主是否 民主國家 為甚麼會對我們這樣 香港就不是民主的 香港絕對不是民主 香港只有一半是民主而已 香港是一個比較開放一些社會的社會 民主就不說得上 因為你在泰國你都可以選到國會的 上到總理 你在印尼都可以直接選總統 我們是不行的 我們那個特首 Chief Executive 是由800個人選出來的 我想可以的 所以其實香港不是有民主 直到因為這樣的時候 你們就很嚴重 你們的聲音是聽不到的 還有一二年 政府經常因為我們 香港有得好像現在那麼好 因為為甚麼 香港人 本地人可以逐遍做事 幫助香港的國家 不過他們經常這樣說 不過早的時候 他們又不包括我們 綁持我們 這個叫做偽善 是呀 偽善 是呀 偽善 即是很Heblog的事 他們說好了 不過阻礙你的時候 都好像現在 歧視我們不包括了 這個很明顯的歧視 但他們的說法就是這樣 是呀 他們的說法 其實他們的說法是 邏輯上面是有問題的 他說 你來的時候 已經有了一個公司的 訂了的叫做合理公司 所以你們不應該包括在最低公司 其實這個是不通的 因為當香港所有工作的人 都有最低公司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爆了 你們在香港工作的 是呀 以前 你們現在來拿的公司 是一個所謂 一個法定的公司 這個法定公司是以前的事 一有了一個法律 是呀 所有在香港工作的人 是呀 都應該有最低公司 應該包含你在內 是呀 這個一定是 是呀 那你有否事要問問你 有 其實我想問問他們 因為他們兩個本身是代表 英國勞協會上來和我們聊天 那我就想知道 其實你們的協會 其實那個運作 和你們其實提倡甚麼問題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們的 我們的公會 對啦 公會 我們呢 即是 我自己的公會 Association of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是印尼的公會 在香港已經多了十年了 因為我們有一個公會 在2002年的時候 不過我們有一個 五個個國家 五個個公會一起去 一起我們叫AMCB Association Migrant Workers 我們代表印尼 我朋友也代表 泰國 泰國 即是一個公會 是由五個國家的用工 一起去教的 所以你在五個公會裏面 其中一個就是 你是代表印尼 他就是代表泰國的 OK 那大約 據你所知 在香港做的 做事的印尼的用工有多少 現在一百三十九千 一百三十九千 是的 即是十三萬多 是的 十三萬多了 是的 你呢 我們現在有三千八 三千八 三千八 那是很少的 是的 現在少了 為甚麼呢 因為我想有一個原因 或者現在香港人 就喜歡請人來多些 因為 為甚麼 那些事實呢 那些政府 我們有合約的嘛 是 有合約有多少薪金 三千五百八十元 以及每個月 我們可以休息四天 不過 那些人聽說 他們每個月休息兩天 以及接收的薪金 就少了 再折扣 是的 那些錢去了哪裏 那些錢 給了人來政府 還是要解釋 因為政府和公司 公司 但是 對僱主來說 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 其實有個問題 當然如果你們不方便說 可以不說的 譬如現在 你的錢 即他一定是 如果僱主一樣 是給了那麼多錢 他給了誰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不如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夠了 我們一會兒回來 再研究一下 你的問題好不好 好的 好的